腳步上滿是血跡 丈夫趕緊用手指按住傷口 就怕血繼續流 現在傷口仍然沒有癒合 皮膚上留下痕跡 24號郭先生帶著妻子 到醫院皮膚科掛號 因為手上找了一粒東西 明明是血管流 控訴醫生誤診 錯當農包 用針搓一搓就可以了 怎麼知道用一個血流不止 然後他就趕快去教醫生過來 更令他不滿的是 已經血流不止了 卻還要回到外面抽號碼牌 等了半小時才順利 進入診療室止血 小醫院最好是大醫院用 怎麼大醫院用得更嚴重 從9點看診 離開醫院已經12點了 對此肌肉腸跟回應 醫師當下都有跟病人說明清楚 強調沒有誤診 處理方式也符合醫療常規 其他皮膚科醫師表示 血管流沒有特別的成因 有時候外觀和黏影囊腫類似 後者只要刺破引流就好 當外觀無法辨認的時候 針刺是一種測試方式 如果說是小的血管流 可以雷射 可以電燒 可以做冷凍治療 那比較大的血管流 那就需要用開刀的方式來處理 不過血管流一旦擠壓或刺破 至少要加壓20分鐘以上 才能止血 病患可能會嚇到 所以求診時也要和醫生多討論 如何處置 避免引發誤會 TVBS新聞 李明睿 葉偉成綜合報導 新聞越來越熱 訊息越來越多 用你聽得懂的話 說給你聽 新聞大白話 週一到週五下午3點到6點 TVBS56台Live直播